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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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11月28日星期四 帮港出声即日快递 带大家一起看看美西方的窝女犯 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打击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 不力为由 宣布明年重返白宫后 就会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加拿大多年来在涉华议题上 对美国逆暴逆趋 几乎当成是自己亲大佬看待 谁知加拿大当人是亲的兄弟 把权原来只是当你契小佬 你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怎样不伤心欲绝 一收到风 立即好像四肢着地的小可爱一样 打电话找特朗普去表忠 更加一箱情愿 形容为良好的交谈 不过 任凭杜鲁多 如何在自己的脚边 转转反侧也好 特朗普似乎不为所动 始终未有松口 去作进一步表态 据报有加拿大高级官员透露 杜鲁多政府正在研究 对美国部分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可能性 虽然具体措施尚未考定 但不难看得出杜鲁多已经饱藏祸心 暗中随时准备造反了 另外 特朗普自统美国后花园 也统出了一个和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 在当地时间11月27日 作出了一个至今为止最明确的回应 就说如果美国坚持加税 墨西哥将会采取同等措施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 似乎连英国首相施己言都蠢蠢欲动 据英国独立报报导 尽管特朗普还未明确表示 会对英国商品加征关税 但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反制方案 一旦美国将关税政策抗展到英国 英方将重启2022年暂停的报复性关税 针对Levi's 的牛仔裤 Jack Daniels 的威士忌 和哈利德里森的电单车 等等美国标志证的商品 但各产之间的斗争 不是普通人可以看得明白 不过小编拥有多年来 从未养过狗的经验 如果主人无端端拿着棍子 去打自己养了很多年的狗狗 狗狗或者会惊恐不安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些什么 但又不敢反扰主人 其他狗狗见到 就紧张到缩在牆角 镜射自己会去下一个捱棍 但主人一旦打得太凶狠 再忠诚的狗都是会咬人 分分钟一涌而上 将主人掩抹 特朗普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恐怕他要先平失一种小弟的路火 而我们中国人 就只需要吃着花生等看电影 那就可以了